繼上次我們很辛苦的搭船 八個小時到馬祖以後 這次大媽團又要做一項大媽圈的創舉 我們要騎車到雲林 先來介紹一下這次的登場人物 這是玉女 這是攝影大姐 因為呢沒有人想要擔任這樣子 風吹雨打受苦受難的角色 所以這次就只有三個人 國民章子金童再次初級振興國內旅遊 這次大媽們以熱血及接種作為主題 從新北市永和區出發 將雲林北港作為終點 沿途260公里以順路為原則 規劃四個休息站 這趟旅行經歷簡訊巧思 這支影片一定棒 首先跟著大媽來到第一站填飽肚子 隨意挑選歡迎試吃 隨意在地圖上看到超高分的情多牛肉麵店 老站原拉麵大王 好吃耶 我明白他為什麼在地圖上面 會獲得四點多顆星 沒有 他有種酒味耶 整個劍比度大概 這一切都成功了 現在時間是六點半 所以我們吃飽飯 然後現在其實就清楚 到時候可能已經是八九點了 我覺得 超級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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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半天才到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的 七點四十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整個車就是沒有電了 是因為我載著一個女人 她把我整台車的電都耗光 然後她現在在幹嘛 她們悠悠自在地拍自己的ROAD 你看 我會怪我是女人 歷經一番播著 我們現在終於到新竹市區 就你們剛剛在這整個路途中 有任何一分一秒是感到後悔的嗎 我也不會後悔 真的嗎 集館很好玩 我們來吃這家叫做滿美吐司 就是我們通常吃吐司 都是吃早餐或是早午餐 如果你在晚上可以吃到吐司 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欸 它是用炸的耶 我以為它是像早餐店一樣的那種煎肉排 不是 它是用炸的耶 快看 哇 你在早餐店裡面吃到的炸物 通常它的炸出來的菜質 不是這樣子 但是它很巧妙 用早餐就是吐司的元素 包覆一些宵夜的鹽酥雞感的豬排嗎 好吃耶 其實滿意足 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就是通宵什麼事 嗨 我們人在竹南 然後我剛剛路過這條路叫龍山路的時候 看到了一個非常令我震撼的景象 請看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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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只待了五分鐘 就是來看這間廟到底有多壯觀 所以我們現在要繼續感受一下 這對一個真定30歲的大媽來說 真的有辦法應付嗎 現在時間晚上11點整 我們現在人在通宵神社 只能說晚上來車在這種地方 還是有一點點氣氛詭異 不知道為什麼姐妹們都不上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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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預計是12點半的時候要到彰化 可是現在時間已經是12點半了 我們才到台中而已 原本預估是2點會到雲林的北港 現在照這個樣子看的話 應該是3點才會到雲林 大媽已經受不了記憲了 我們人已經來到了北港 我覺得這邊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現在是半夜的2點45分 可是呢 整個北港跟外線是不太一樣 我不曉得我們剛好是遇上了什麼樣的活動 根據現場人員表示 這天深夜是天上聖母四年一次的繞進要開始了 大媽團能見證到這刻可謂是史上最lucky 明天我排的行程是早上9點開始 也就是說 就算現在開始休息可能也只剩五個多小時 真的是沒事不要輕易嘗試這樣子的行為 欸 這一段是人家在住吧 哇 可以看到媽祖呢 我們就是跟媽祖很有緣分 因為我們這個住的地方非常好 你知道一下樓馬上就可以吃到老等油飯麵線糊 麵線糊在這邊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北港才吃得到特有的早餐 因為跟老闆距離實在太近 我也是不好意思當場做評論啦 但是老娘當下覺得爆好吃 口感滑順的麵線 配上蛋香 巧妙的產生一種 彷彿在吃一整碗帶有肉香溫泉蛋的錯覺 愛吃辣椒的辣妹我 覺得她的辣椒也是非常可遵可點的部分 但我這個分享家裡有點太多了 辣椒是真的辣爽爽爽爽 吃這個吧 它跟剛剛那家的早餐都一樣 讓你吃起來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比較爽口 簡單的好吃 又可以 那這個 不知道怎麼吃啊 直接吃嗎 對 這個直接吃就可以了 好啊 可以啦 我覺得我們大媽對於吃棒串鍋 都是有一種天賦啊 嗯 我覺得有點像龍鳳腿 可是龍鳳腿它比較 跟這個比起來有點比較有一樣 這比較綿一點 我現在鬥志其實是越走越低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開始寫糖整油 搬運到全身的狀態 我覺得這邊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上進 因為他們年紀起來我就會出來幫幫我媽 就是 像他們年紀這麼大的時候我在幹嘛 在玩仙境傳說 那你要點荷包蛋嗎 我們想要點綜合的啊 你可以加荷包蛋 可以嗎可以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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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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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像是三八娘 他 他原來 啊啊啊 啊 嘿嘿嘿 你這麼年輕 現在很漂亮 你現在要點到阿姨嗎 我阿姨的嗎 欸 阿姨說什麼啊 阿姨啊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現在她的精準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吃起來 誒 嗯 我沒吃吧 很吃大 嗯 那你有沒有看過它 在哪 在YouTube上 我有看過它 在哪裡 真的嗎 真的嗎 嘿嘿嘿 他最近的作譜你幹什麼 這個很難 對啊 真的很接三位 讓你覺得自己看到不知道他們的 那兩個時候都過啊 應該有點時間 因為我要撿 對啊 大概有兩個禮拜 對 那我不要看 有有有 笑得太嘲諷了吧 我覺得這間店家有個很不錯的地方就是 他們雖然很忙 但他們不休欸 就是不要坐在那邊 蛤 接著我們要前往北港馬祖公園 公園就在這個高樓上哦 大概呢 超級 超級 歷美歐洲的雕刻哦 天啊 你跟你說 路上有一個貴耶 你在... 欸 Cyney各位 Cyney各位 牠這樣子不對吧 牠需不需要幫忙啊 你看牠絕對很舒服 因為牠殼一定很熱 牠在那邊躲的啊 死啊 怎麼辦 怎麼會吹 Green 老闆 你自己上去 我要去 預告 貴 老闆 好棒喔 趙元晨哥 他的手很可愛 手超可愛的啊 那邊有好可愛喔 你從來不喝無糖的東西的 你昨晚到底被誰附身 你在通宵隨時被誰附身 就能靠差這種東西 燈關起來的時候 燈關起來收拾就換了一個人了 大媽難得來到雲林 就算早上已經吃了三間餐廳 中午還是要來吃這間福安鴨肉飯 不知道是不是小魚的嗎 我真的是吃飽了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啦 看我們一臉菜一樣 在地人熱情的告訴我們要怎麼吃 這個醬太好吃 真的好熱情喔 等一下再吃 等一下再吃 嗯 加甜辣醬的時候會產生一種 肉粽的錯覺 這位大哥事後更熱情的邀請我們 下次來雲林找他 我們根本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頂了將近四十度的高溫 接著我們要前往一座神秘迷宮 雲林夢遊深境 我覺得這整個影片已經 不經意的被我們弄得很像一個 靜香團的Vlog了 不要以為雲林只有劍湖山 雲林還有一座非楚流樂園 還能是宗教界的迪士尼的五年前賽公園 也很厲害耶 它很多 它弄得跟劍湖山一樣 這拍照拍不完耶 它在我們自行斟酌體力 等一下裡面是苦力活是不是 有可能進得去初步來 五年前歲公園內 擁有多達七十多個景點 體驗完全程需要一個半小時 但除了園內部分景點有些怪奇之外 遊園途中不停播放的背景音樂 更是增添一種回血感 我必須說我剛進來就想坐下來 光不得他說要斟酌體力 我們就是剛剛那個告示牌說的老大人 WOW OH MY GOD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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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座橋就是我們這次來了精髓 因為你看它這樣其實是很高喔 它就是這個地方那個雲霜飛車的概念 但財龍橋是最後關卡 雖然經營眼前需要繞行一個小時才會到達 我們走不出去,我們怎麼辦,找誰 要撲上 為什麼我叫救護車啊? 怎麼會有這麼沒盡頭的路段啊? 我真的重鎖 我媽,我跟你講,最後來的這座橋 簡直就是要我們走向天堂嘛 誰上得去啊? 爸爸,你趕快點,快點啊 重點是這個欄杆也不能碰啊 很燙啊 終於有風了 剛剛上面半點風都沒有 好像沒辦法 在新廣內裡有 就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非常非常好玩 它裡面的元素非常非常豐富 它其實中間都有給你非常非常多的休憩場所 如果你想在裡面呆的話 你呆一整天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問題是在於現在天氣太熱了 然後我們的體力又有點差 拜拜 再見 贏日記的尾聲 我們吃了玉女強力推薦的雲林必吃火鍋 馬上我們就來試吃看看 所謂玉女推薦的一品香火鍋 他說他是覺得是全台灣評價火鍋裡面最好吃的 好啦,真的好吃 你說肉嗎? 他雖然不貴 可是他的肉吃起來也是高級的 說到火鍋,最重要的就是湯頭 我覺得麻辣鍋它的湯頭味道算是偏甜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的味道是很濃郁的 你要去哪裡? 嗯~~ 吃飽喝足以後 大媽騎士團就準備要上路前往台中了 讓我們來收尾吧 好,那對於這次的旅程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如果你25歲以下的話 你可以試圖比照著這一支影片的所有行程 從台北一路的攻下雲林 然後花大約10小時的時間 同樣你也可以應用從雲林到台北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那如果你是超過25歲的話 是建議齁 因為我們的身心靈狀態都在下降 可以的話 除非你還保有著一顆赤子之心啦 不然的話我真是真心不建議 我自己認為比較合適的時間 可能至少是3天 嗯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明天呢我們就會開始回撐了 那大家就這樣啦 我是金童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當然如果你有任何希望我可以去的地方 或是去吃的店可以在下方留言 下期見囉 拜拜 Anya 10 3 5 1 2 2 3 4